由于美国一直对伊朗施加制裁,让形势变得非常紧张。 正当中东危机重重之时,美军空然连续发射二枚洲际导弹。 在2019年5月1日,于5月9日,美军各发射了一枚民兵副三型洲际导弹, 都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导弹搭载的只是训练用弹头,在飞行了近7000公里之后,成功命中夸甲林环礁的目标。 民兵三,虽然这是一个计划好的事情,且属于试验性质的, 每年美军为检验其洲际导弹的能力,进行数次发射试验工作。 但是仅时隔八天,美军连续试射,发射频率非常罕见。 即美国军方表示,试射工作,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地区, 也不针对任何热点事件,依然不可避免引人发问。 美军到底想干什么? 民兵三,美国突然连射两枚洲际导弹,自然向外释放不寻常的信号。 只不过警告目标不是伊朗,而是俄罗斯。 提醒俄罗斯自己也是一个核大国,不要轻视自己的存在。 民兵副三导弹更是美国手中的王牌了。 民兵三 民兵洲际导弹的历史,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发展了三代。 其实只是代号没变。 导弹本身几乎重新设计。 目前现役的民兵副三型,已经是美军第三代地地战略核导弹。 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服役的型号,别看民兵副三已服役多年。 更属于停产多年的东西。 但是效能水平依然不低。 美军对其一直在进行升级的工作。 从技术角度说,它依然保持了高水平。 弹长18.26米。 弹径1.67米。 起飞重量35.4吨。 为三级式弹道导弹。 最大射程一万三千公里。 最大飞行速度,19.7倍音速。 其设计以考虑应对反导系统的问题。 其理论上,可以最多搭载十枚核弹头。 可惜受核裁军条件的限制。 部分民兵副三导弹被改为单弹头。 而不是多弹头。 发射井。 民兵副三导弹,全部藏身于经过加固的地下发射井之中。 可以随时发射。 最快作战反应时间32秒。 不过受核财军条约的限制。 布置位置都是公开的。 还要接受俄方的定期检查。 目前现役数量为450枚。 为美军唯一一款陆基洲际导弹。 由于至今没有替代型号。 故美军依然对其进行维护与延寿计划。 包括 研发新型核导弹。 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 美军压根没有研发新型号,代替它的可能性了。 民兵三。 美军进行高密度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 有相当大的警告意味。 尤其是在目前这个高度敏感的时期。 也没有人敢轻视民兵-3导弹的威慑力。 可惜如果用它来警告俄罗斯。 似乎是打错了算盘。 毕竟俄罗斯也是核大国。 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与质量不比美国差。 所以拿核武器去威胁俄罗斯显然没什么用处。 更重要的是 打一场核战争对谁都没有好处。 使用美俄都不可能把它列为正式选项。